大家好,今天星期五,我们正式距离比赛还有一天 那今天的饮食我们会着重于冲炭 然后我们每餐的肌肉量从以前的6盎司变成现在4盎司 我们脂肪摄取率很低,然后我们今天只能喝两杯这样的水 只能喝两杯,要在5点前喝完,总共是0.5加仑 现在是8点钟,我们来吃第一餐 这里有4盎司的鸡胸,还有一些白米饭,还有一些果仁 今天我们每两小时就要吃这样一餐 然后争取在5点之前把所有的餐都吃完 现在是9点钟,我们在出发之前做最后一次去除体毛的工作 同时还要再泡一次slim soap 现在是10点多,然后我们已经超过了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必须要马上吃一餐 但我这时候还在去除体毛 所以说要一边泡到一边吃 那这边有4盎司的鸡胸,白米饭,还有一些果仁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比赛的地方 上游戏还有做别的事情 然后现在我们现在是12点17分 我们来吃第三餐 鸡胸跟米饭 1点果仁 还有 这是我今天最后的一瓶水 现在才12点 现在准备来吃第4餐 然后我等一下去这间理发店理发 鸡胸 白米饭 还有果仁 现在是4点50分 我们准备吃第5餐 吃完这一餐以后我们还有点时间 所以先编辑一下视频 然后写一些周末要交的作业 然后我们再去上色 第5餐我们吃一些果仁 然后这是今天最后能喝的一点水 然后这里我们有鸡胸和米饭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上完 上完颜料了 然后我们已经吃了午餐 现在是吃了午餐 现在准备吃最后一餐6餐 第6餐 第6餐是我今天最后一餐 我们现在是9点钟 我们刚刚在一个快餐店叫 CarJR CarJr 我们买了一个汉堡 因为教练说可以吃一个汉堡 在今天 今天9点钟要吃一个汉堡 没有芝士 没有酱料 这个牌子 卧槽 除了这个菜以外还有好多别的东西 这没有酱 没有酱 没有芝士的 这是我5个月以来第一个汉堡 哇 好吃啊 洋葱和肉饼的味道 明天早上要6点钟起来 开始吃第一餐 所以现在准备去睡觉了 明天见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刚刷牙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水煎到这了 然后炎料就掉了 所以说一定要一定要小心 最好呢 就不要刷牙 尽量就是用水的东西都不要去碰 然后只要嚼个口香糖什么就算了 能忍一天忍一下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因为身上气也会掉 然后我们又不能睡床上 然后我们只能睡睡地上 因为怕把身上炎料给人家家里弄脏了 然后我们睡觉同时呢 我们要戴手套 因为你在你睡着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手会去哪哪痒呢 哪会去抓 所以说要把手套戴上 去防止你抓东西 导致导致身上的颜料又掉了 很麻烦 今天估计很难睡着了 但是尽量要时间休息 好 好